逃亂的生活 逃狂的死命 暗淡的心愛的驚訝 黑暗的社會 無情的請拚 失去到正義的命 逃亂的順悔 少年的重逢 逃亂的運的理想 知道你有報的真是英雄 先請為了我 成真偽用 別說失敗是影響 好路邊用 要有機會成功 心敗不勝 哭泣去路的太陽 在現江湖 現去穩穩的歩路 驗在一個紛亂的世界 跟人都須贏 每一個暗淡的情形 有誰人看見我的孤單 有誰人看見我的孤單 啊 跳龍的生活 途中的事命 紅藏著心壞的驚驚 黑暗的社會無情的情拼 失去到情意的命 湊爛的順位 少年的重逢 尾過了我們的理想 在啊 劉佩真是影響 心正為憂 啊 跳龍的生活 途中的事命 紅藏著心愛的驚驚 黑暗的社會無情的情拼 失去到情意的命 呀啊 跳龍的社會 暗的社會 少年的長逢 對江東的尾聲 知快來人的離想 知你有益的情形 心正為憂 我 謝謝老師 謝謝張立憲 兩位老師請講評 立憲 老師好 今天的歌聲一樣很結實 很有肉聲 你的歌聲跟自己很好 配得嘟嘟的好 然後很有男子氣概 所以你選這首歌也是正確的 但是今天的問題出題說 你在A段的部分音準都不穩 不穩 譬如說 每一個暗淡的沈夜 的這個深夜 只有這兩日而已 你的音準的落差就很大了 還有其他的地方 所以你在A段就不穩 我不知道是你太緊張 還是看到了ㄎㄧㄤ穿了這一身以後 ㄎㄧㄤ叫了 你就有點淡淡 所以A段的部分是比較不穩 但是到了B段的部分都還好 但是B段的剛開始 你的氣又不是很順 所以變成一連貫下來 你到了後面才靜索起來 直到最后的HIPHOP才靜索起來 所以整個你能振作起來 也算是很不錯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唱歌有時候 藍Band出錯也好 或者說小音準也好 到了後面你能挽救回來 那個也是一個實力的證明 所以我覺得你整體上 是還可以鼓勵的 Freddy老師請講評 立憲 老師 其實剛剛A段的部分 你是在A段的後半段的時候 你的這個就是 算說音準就開始走去 所以說 差不多每個都有一些稍微的問題 所以說你到那個副歌的時候 你有一點在那個要振作起來 但是又好像 會再想到剛才A段後面那裡 是不是又沒唱準 所以你就在那一個掙扎中間 這個部分我要給你一個建議 就是我覺得你有可能是 這一首歌的不同段落的 它的那個結構 你沒有把它建立起來 譬如說A段 A段的前三句 它的意思是 你說一個勝敗的概念 那是客觀的 它到了A段的後三句 在講自己的感覺 結果它其實是很孤單的 它每一個暗淡的沈爬 有誰人看到我的孤單 到了後三句 它在講自己個人 再來才進入副歌 那個副歌那個澎湃的感覺才會出來 所以你要把這個架構做好的時候 你在不同的架構 你就會知道你唱到哪裡了 那你只看一句 那句本身的感覺要去唱 你到什麼時候唱到 有點迷路了 你也不知道 所以你要先把那個地圖都畫好 你要知道你唱到哪裡 這樣就比較不會發生 今天這樣的問題 謝謝老師